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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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0日 应该是走错路 反正到这里以后 下午都 六点多了 基本上 都湿了 打完帐篷以后 村河雨特别大 当时心里就觉得 如果这帐篷 要被 被刮翻了 然后再把我今生的 衣服 不苦的还有一些一百大十 估计就完蛋了 很害怕 然后 手机也没有信号 然后就把山椒 底下 威士忌 三百五十毫升 喝了两百多毫升 就喝你了 就直接 再睡在里睡着 当时就想 如果反正就要完蛋 那就是 明明哼哼完蛋了 然后现在早上 快点 快点 风小很多 三点就行了 三点的时候 风还是很大 六点再醒的时候 风就停了 但是好像还没有太阳 没有太阳 看到这些湿的袜子 穿着 是不是要去登顶 每次回街车站的海洋 每次回街车站的海洋 都不管用了 要不是这好账 昨天晚上故意就交代了 过我生日差点把自己弄死了 所以不准备 爬上去去登顶了 我觉得人不能太多 lesson has been left 但是我问了一个刚才路过的人 比较简单的路线 下山 昨天上山的路也选错 也不是选错 根本就没选 就下上了 现在下山 然后找地方把衣服鞋 什么轰一疯 或者直接用地方便宜买一双 更好 应该踩一步 我不? 那ighed 我去穿住 走 走 温暖 一路 走 你 我 身 前 没 相 见 身后 别 信 你 全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